我们很简单的讲 我们的西瓜 其实要有3D的概念 第一个下刀的一个深跟浅 第二个是角度 第三个是厚薄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西瓜尾了 这个西瓜都丑丑的 昨天在刻这个 两个我们艺牙节的 这个一个简单的小作品的同时 它就列了很多刻 那期许 预祝我们这两天的大会 圆满成功 谢谢 谢谢叶师傅 我们现在可以靠近来看 这个部分 希望大家靠近 不要看得清楚我们 叶师傅他精妙的手法 我们第一步骤先跨远 对不对耶稣 是是是 那真的很紧张 手都在一直在抖 一直在抖 那我们简单 大概下刀 下刀大概是 一公分的一个深度之后 把我们的那个皮 带到红肉的地方 也不要太深 接下来我们去把它 我们刚才在 做我们讲的 节角度45度之后 去做它的一个绘刀 然后我们把它取一个圆下来 我看很多同学 可以靠近来看 等一下会有礼品 我们主持人说 比较靠近的 等一下会有讲真答 答对的 我们就送西瓜一颗 好吧 这个热天气 吃西瓜刚刚好 那个奇文主任说 要先拿去冰箱冰 那真的 我们先稍微去把它画 斜角之后 那我们中间这个圆柱体 其实就像我们的101一样 要下面大 上面是圆的 那追字形 等一下我们做花瓣的时候 才会栩栩如生 再画一个圆 做花瓣的一个 那我今天这个花玫瑰花 我们是放大版的 放大版 平常假设真的要参加 就像我们的中华 中华美蒜 其他的一个树果雕的时候 可以走工再细一点点 放大版的给同学们看 会比较看得出来 那大概就是我们 我们简单把它切除了 就两个圆 那它已经是 已经是类似一个圆锥的一个形状之后 好 因为带的不够深 我在带一刀之后 把它红色的部分呈现出来 然后顺便接 第二次的一个走刀的时候 我们把它修圆 这个修圆 它有一个每个角度都不一样 大家可以看清楚 它到底是 我们夜师傅到底是怎么把它呈现 那简单 它就变成我们的一个圆锥形 接下来我们一般的玫瑰花 我们会走一个 好 再把它修圆一点点 等一下我们会开花瓣 原则上我们的玫瑰花 大概是 切个五瓣 这样子 然后中间那个圆锥 是往里面包 那个花心的部分是越来越矮 那外皮我们会去做 那个花叶的一个部分 简单这样子之后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去我们喜欢的角度 好 来 开第一个花瓣 好 拉第一半 还是不够那个 我再把它修一个圆 这西瓜花的呈现就是它美容颜色的色差 红色已经出来了 我们大概下刀下得那么深之后 我再把这个圆锥 再把它修一下下 那借着这个小幸运 其实能坐在这边 我首先 先谢谢我们的承办单位 以及东哥的爱在 你在后面担任评审的我们的经典老师 所以小弟才有机会坐在这边 经典老师等一下我科王会拿下去给你吃西瓜 哇 好 那个 吉文老师 经典老师都有背点名道 因为我们后面那一组在磨刀的真的很热 真的很热 好 我们再把它丢圆一点点 好 那我们开始要开花瓣 第一个花瓣 第一瓣 真的很高兴 然后也很热 也很紧张 五位错综复杂的在一起 第二瓣 我们先把第一个花瓣的部分把它做出来 好 我们先把第一个花瓣的部分把它做出来 那我们就来一首快乐歌曲 大概 这种天气叫你们看 其实也没有心情 我们贴两首歌之后 我们把A的 然后我们这个花瓣 一个一个剑层 然后大概 第二个花瓣 要先在第一个花瓣 大概三分之一的部分 我们主持人应该也是一个神拜 他相当的厉害 一看都出来了 这个有交接到 他那个剑层才会比较清楚 比较不会太过于死板 说展演不敢说 其实接触这个果雕 也要承蒙我们的小布点的赖老师的一个主 那大概这两年比较有多余的时间 才去找他泡泡茶 柯柯西瓜雕 这个西瓜雕真的是需要时间跟练习 如果没有兴趣 没有时间去练习 更能做不出那种感觉 真的 这个无理深渊 从我们的水花片 我们的那个西瓜雕 然后两只脚的 四只脚的 有一点点真的 要有一点耐心 就像画书把解毛笔一样 第二层次的时候 我再把里面的一个圆 再把它修圆一点点 我们把那个红色的色差做出来 因为我们第一层的花棒 我们现在第一眼看到的 都是白色的 这个果肉的部分 然后我们现在把那个色差做出来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把它 稍微在里面再修 修里面一点 是了是了是了 是了是了 那越来越深的 就往里面招 我送你 就始终都被困 我没罪利用我的阿拿大 我要聚焦 今天到你阿爸家 我们这些 大家都是大朋友 比较 也要不好意思靠前 可能大部分都在关心自己的同学